大家好,欢迎来看我的视频 今天呢,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牌子叫Vizard 2016年春季新出的这个烟荫盘 最开始Vizard这个牌子呢,我还以为它是一个法国的牌子 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它只是一个美国的团队,美国的创始人 然后他们呢,整个公司搬到了巴黎 然后所有的他们的这些产品呢,都是在法国生产的,Made in France 然后这个盘子呢,名字,它给它编了一个02号 我觉得它很可能是代替了之前某个旧的02号 然后名字呢,是个法语和英语的混合的一个名字 叫Boam Dream,意思呢,就是说放荡不羁的梦 然后这个盘子,其实我感觉它跟这个名字其实还一直有一点联系的 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盘子呢,它这个包装跟以往的这个,它家的这个颜色盘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玻璃盒子,然后特别结实,然后很耐磨 这个,因为它这个牌子是个专业的化妆师的品牌 所以可能包装呢,有的人觉得它就是挺,就是没有高大上的感觉 但是挺实用的,我也不是很介意 然后价格呢,是跟别的盘子一样,还是80美元 然后容量呢,有24颗,几乎很少眼影盘呢,有这么高的容量 我大概收集了呢,有将近200左右个眼影盘吧 在奢侈品的这个框架内,我觉得有三个牌子的眼影是最好的 一个是日本的Soku,还有是美国的Tom Ford,还有个就是这个Vizard的这个牌子 然后跟Tom Ford,Soku还有Vizard这三个一起比下来的话 我又觉得我自己最喜欢Vizard,它的我觉得Vizard的质量会比别的Soku或者是Tom Ford整体上 效尾好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差不多 但是容量呢,却经常是Soku的四到五倍左右 然后是Tom Ford的大概两倍左右 所以如果大家想在这几个牌子中挑一个眼影的话,来买的话 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定要考虑一下Vizard 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试色 所以如果只想看试色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视频的偏厚的地方 这个盘子的质地呢,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Shimmer的颜色,没有一个哑光的颜色,也没有一个带亮片的颜色 碰到这种盘子,我经常看到网上有人评价 就会说,这个盘子实在是太不实用了 只有哑光,或者只有Shimmer,或者说是只有闪片的颜色怎么样 但其实呢,你要记住,它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的品牌 他们对这个盘子的定位来说,就是说会是像化妆师一样在一个包里 然后里面的话,比如说会有这一盘全部都是哑光的 然后再有这一盘全部都是Shimmer的 或者说是还有一盘像这样的,全部都是哑光深色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要一个一盘,就是全能的盘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全能的盘 我的下一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一下 Visar今年跟这个彩色眼影盘 跟这个盘子新出的一起的另外两个小的眼影盘 这个呢,就是属于那种全能的盘子 这边有三个哑光的颜色,这边有三个shimmery的颜色 所以说这个呢,是适合你就是拥有哑光的 别的眼光的颜色可以跟它配合的 所以说呢,这个不是一个你单一出差就可以用 出去玩就可以拿的盘子,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再来看它的这个颜色,颜色的话 整个的颜色,其实有一点迷惑性 就是这四个颜色你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很深,对不对 其实呢,画在手上的话 一会儿我会带加很全的视色,不过这样来举个例子 画在手上的话,它这个颜色不是很深 所以说这个盘子里,其实是没有一个可以 能真正的让你的眼窝,就是让有很深的这个三 就是边上这个三角区的眼窝深色的那个颜色 这个盘子里是没有的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局限性颜色方面 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盘子挺有意思的地方吧 就是它全部都是挺亮的颜色 然后都是偏浅到light to medium tone的颜色 然后之前我在试这个眼眼盘的时候 另外一点颜色方面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 你看这每一树格 一二三可以是用这个第一个颜色打底 这个颜色放在就是眼睛中间的地方 这个就是,然后深一点的颜色放在两边 虽然它没有,因为这个颜色虽然不够深 但是还是可以就是把它放在眼角 算是加深一点点吧 然后这一条呢,绿色的话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画 所以这样的话还挺方便的 另外比较值得提的一点是这个盘的质量 我觉得这个盘的质量有两个方面比较 一个是纵向的跟这个Visar自己品牌的别的盘相比的话 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退步 我会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呢,跟这个Visar之前出的两个这个 其他的两个shimmery的就是 shimmery的盘子相比 一个是这个是5号盘 这个是6号盘 跟这个两个盘子相比呢 在这个盘子中有两个颜色 它的显色度没有那么好 一个是这个天蓝色 还有一个是深蓝色 一会大家试色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颜色就是挺失望的 这个天蓝色和深蓝色 虽然说不至于就是说看不出颜色 但是它这个显色度跟这个盘子剩下的颜色 然后再跟上跟Visar之前出的shimmery的盘子相比 没有就是质量有所下降 其实我是有一点点理解 因为就是说眼影盘呢 你看就是大部分的牌子的眼影盘 基本上棕色黄色暖色调的颜色质量 一般都会比冷色调的 比如说蓝色绿色紫色要好 紫色的眼影几乎在所有的眼影盘中 它的质量都是最差的 然后蓝色呢也是不怎么地的一个颜色 所以Visar也没有掏出这种这个怪圈中 我觉得肯定是跟它这个制作眼影的工艺和科技的局限有关吧 纵向跟Visar自己这个牌子比较之后呢 让我们再横向跟其他的眼影盘子的蓝色绿色相比 这个蓝色还是在我碰到的一些就是 冷色调的眼影中算是非常非常好的质地了 所以说呢总体来讲这个盘子呢 它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之前的收集的这四个其他的这个 Visar的牌子我觉得让我给他们评分的话 其中的三个我都会给他们十十分 十全十美 大概除了这个除了这个亚光深色的盘子 亚光深色盘子也是掉在了冷色眼影的坑中 就是说它这些深蓝深紫的这个颜色也没有弄好 就是跟他们自己的颜色比起来 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其他的眼影颜色的质地来比的话 这个深色的蓝色紫色还是没有搞好 就是会差一点点 但是总体来说剩下所有的颜色显色度都非常好 细腻度特别好非常容易晕染 如果你想要一个全能的盘子 里面有亚光也有shimmerry颜色 然后有很浅的颜色 然后也有很深的可以在眼窝有一点点烟熏效果的话 这个盘子完全不适合你 价格也太高 不值得 但是如果呢你已经有很多其他的亚光的盘子 然后也有一些深的颜色的盘子 可以跟这个盘子搭配的用的话 而且你又很想要一些夏天春天可以涂的鲜艳的颜色的话 我还是特别特别推荐这个盘子 尤其是这个盘子我觉得很合适的 就是说经常你看 苏库啊或者说是Tom Ford 或者说是Dior家里 经常会出那种四五个眼影的一个盘子 对不对 然后有的时候偶尔的他们就有个 就是有个很鲜艳的颜色在里面pop一下 然后大家就争先恐后的去买了 但是如果你有这一个盘子的话 然后再加上一个随便的什么一个棕色眼影的话 基本上你就不会太缺彩色的盘子了我觉得 所以说还是挺实用 特别合适的一个盘子 那现在呢我就来给大家在我的胳膊上 这样三个一排的试一下颜色 这三个颜色显色都非常的高 现在其实大部分颜氧的牌子 棕色的 你会发现棕色 浅棕淡棕或者偏黄的颜色 都做的已经特别的好了 最后呢来给大家试一下 最后的这三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颜色 尤其是这个天蓝色 它这个显色度 还有细腻度 就没有刚才给大家试的其他颜色那么好 有一点点小缺憾吧 这个盘子 但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所有牌子的眼影 你会发现蓝色和紫色的这两个颜色 做的都没有其他的颜色好 然后整体上来说呢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Bohem Dream的这个盘子 然后我觉得买的还是非常值得的 好了 这个盘子就跟大家讲这么多了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拜拜